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 《我苦命的亲娘》,一起来听 我娘是一个可怜人,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世了 她给着大伯一家勉强过日子 继人离下的日子,那叫一个艰难心酸 或许正因为如此,娘从小就性子木讷,寡言少语 不爱给蕊打交道 为此,她的大伯母时常以傻妮换她 二十岁那年,娘在大伯的主张下嫁给了我爹 这是一场非常凑合,甚至荒唐的婚姻 那时候,爹体弱多病,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药罐子 因为看病抓药,家里穷得只剩下两间满是老鼠洞的土坯房子了 娘呢,木讷到近乎吃傻 鼓摸着她大伯,是怕她成了老姑娘,彻底砸在手里 于是我爹紧偷了一袋粮食,就顺顺利利地将娘娶进了家眉 望着干巴的新媳妇,全催没有一个人看好 都说一个病秧子,再加上一个干巴傻子,这家没指望了 我娘很争气,第二年就鼓起了肚皮 我无法想象,那么小的一个人,停着那么大的肚子 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 但娘还是熬过来了 那年西秋,我在我家灰暗的西屋里降生了 当从产婆那里得知,我是一个带爸的 我奶奶高兴地踮着小脚,在院子里走个不停 后来顾不得雨天露滑,非要去祖肥上烧香磕头 我娘立下了汉马功劳,为我老张家开枝散叶了 我响亮地啼哭着,向全催磊高傲地宣誓 我家有磊了 因为娘家没人来照看 我娘是一个人坐完了月子 后来听崔磊讲 我奶奶自私至终,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娘吃 一想到这儿,我就恨我奶奶的狠心 有了我之后,全家里充满了光明而明媚的希望 是啊,有男娃了,日子有盼头了 可随着我的长大,爹的身子却一天天地微靡下去 要比之前用的剂量更大了,砂锅也不知煮裂了多少口了 爹的身子却如催难的那条小河,枯瘦,无力,气弱油丝 终于,我六岁那年,爹饮完一大碗回灼的汤药睡下后 再也没有醒过来 娘成了寡妇,一个垂冒到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寡妇 奶奶怕娘带傻我,将我从娘的房间里带走 每天晚上,娘都是一个人睡觉 守着她的只有供桌上爹那张面无表情的遗像 八岁那年,我爷重病,家里的毛驴卖了 眷里的山羊也牵走了两只 可我爷还是不见好转 后来,我娘就被带走了 那是秋后的一个黄辉,采阳如雪 一个陌生的男人推了一辆自行车 一蹶一拐地来到了我家 我奶奶满脸笑容地给她打了招呼 那男人塞给我奶奶一个手帕后 就领着我娘走了 那天,我娘始终低垂着头 给往常不一样的事 她身上穿了一件鲜艳的衣裳 后来听隔壁大娘说 我娘就是穿着那身衣裳嫁进我家的 望着那满身酒气的汉子 肩膀一抖一抖的背影 我为奶奶 奶奶,这里是谁啊 咋没见过 我奶奶捏着手里的手帕 没有言语 我又问 我娘要去哪儿 啥时候回来 我奶奶睁睁地说了一句 开吹就回来 我奶奶骗了我 我熬过了寒风淋漓的深秋 和寂寥漫长的冬夜 好不容易盼到开吹 娘还是没有回来 我哭过 我闹过 可我奶奶毫不理会 她勾搂着背 拧着小脚 忙着种地 忙着烧饭 忙着用我爹用过的那口砂锅 给我爷爷煎药 渐渐地 我忘了我弄丢娘的这件事 十二岁那年吹天 我正在屋后的槐树上摘槐花 隔壁大娘 细密兮兮地将我换了下来 拉到墙角 用一种低不可为的声音说 小儿 想知道你娘在哪儿拨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耳畔像是有一群蜜蜂 在围着我转 我努力控制着 不让泪水 呼住嗓子 可声音还是变了 咋不想 说着 泪珠子就噼里啪啦地下来了 我想扶在大娘怀里痛哭 可又不想让她看到我哭鼻子 于是一个人背转过身 无声地耸动起肩膀来 那一天 我知道我娘去哪儿了 往东七里地 有一个宋庄 催口第三家 每口有一棵老鱼树 还有一座耐杰舵 我往怀里揣了一块膜 就直被宋庄而去 到了催口 数了三户人家 果然看到了一棵老鱼树 鱼树不远处 有一个一蕊多高的 麦杰舵 那时天已经擦黑了 那户人家已经关煤了 我站在煤外 隔着煤缝 努力往里边看 什么都看不清 只听见有刷锅的声音 还有男人 骂骂咧咧的声音 似乎还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的鼻子一酸 泪水立马下来 我的手搭在煤上 想敲又放下了 纠结了很久 直到里边 那男人的骂声再次大起来 我才终于下定决心 扭头回家了 那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怎么都睡不着 我奶奶以为我出去玩疯了 被人摸着了 还给我嘟嘟囊囊的 说了一会儿醉 从那以后 我又往宋庄 跑了几趟 我亲眼看到了 那个曾经我喊娘的女人 被一个男孩追着喊娘 我躲在无蕊的角落 又大哭了好几场 娘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那个瘸腿的男人 脾气很差 他爱骂娘 有时候还动手 娘还是老样子 不说话 挨骂挨打都不说话 就像一头微迅的牲口 忍气推生地过日子 或许 那根本就不叫日子 我心里黑这个男人 可我除了偷偷 拔过一会 他的自行车的气眉心之外 再没做过别的事情 有一会 男瑞又喝醉了 一进家门 就拿着我娘和孩子撒气 我娘将孩子紧紧搂在身下 用瘦靴的脊背 扛住了男瑞的条皱 嘴里一眼不发 男瑞直到打累了 才亮亮腔腔地进了屋 那时候 我好想冲进去 可我不敢 娘在院子里流泪 我躲在外面 咬着胳膊 也哭成了泪蕊 那以后 我不再忍心去看娘 几个月后 一个吹暖花开的日子 我忍不住去看娘时 才发现那个院落 已经没忍了 我疑惑地 为周围的街坊 街坊说 这家男人喝酒 落水淹死了 女人带着孩子走了 娘去了哪里 崔丽蕊都不知道 从那以后 我彻底失去了娘的消息 几年后 爷爷和奶奶相继离世 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 之后的很多年 我想娘是 还会跑到宋庄去 明知道那里已经 人去乌空 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去看 娘是一个苦命的人 全崔蕊都知道 她从不拖延 也不会大声说话 更不会骂人骂尖 太诚实 太老实 太善良 谁能想到 如此的你 竟受过气 受过委屈 从不说 每当我想娘的时候 我都会跑到宋庄去 我渴望出现奇迹 可我知道 这奇迹 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